我们来看一下6.1的恶力平衡的小节 以下哪一个图的物体处于恶力平衡的状态 我们来复习一下恶力平衡它的条件 必须要两个力大小一样方向相反 作用在同一个物体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 只要记得熟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A跟B不可以错在哪里呢 它们不是作用在同一个物体的同样一条线上 所以它会转的 这个会转这个也会转 然后呢三角形的这个呢 它不是方向相反 对吗它成垂直的一个状态 虽然你讲说老师这个这样斜斜可以 你斜斜你不管它长得怎么斜法 你只要这两条力是在同一条直线上 方向正正相反 大小一样就可以了 所以真正来讲应该是这个percentage的符号 不是A的 很多人选A 所以你看中间的 第二题 以下哪一个是恶力平衡 你看很爱出这种类型的题目 对这个方向不是相反 这个方向相反 大小一样 这个感觉能够可以 像这个 钱的符号呢 它应该不是在同一条直线上 所以它会旋转这个也不对 这个是什么来的 像筷子 像什么 stop and play的那个符号 像pause的符号这样子 这个就是所谓的两个不同的物体了 所以它是作用在两个不同的物体身上了 好 所以这两个物体是分开的 的意思了 所以这个不对 这个不对它是作用在两个不同的物体上了 OK 所以它的答案应该是percentage的符号 percentage 又是percentage OK 以下何者不是恶力平衡的条件 两个力的方向要相反 对 两个力的大小要一样 对 两个力要同一条直线上 对 两个力要作用在两个物体上 没 我叫同一个物体 所以这个错了 如果它作用在两个物体的话 它很可能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也就是我们英文版本学的那个 我们华文版学跟英文版学的东西不同 OK 这个是Nakman的地方 OK 所以再来看配对题 哪一个是有受到恶力平衡 哪一个是受到不平衡的力 那我们怎样划断呢 刚好我讲了 如果你恶力平衡的话 你基本上这两个力会抵消 一抵消的话呢 它感觉上好像没有力的一个存在 没有力的存在的话 它运动状态会保持不变 运动状态保持不变 只有两个结果 第一个是静止不动 另外一个是匀速直线运动 这个你就要看 它这个情形是不是匀速直线 是不是静止的 静止的很容易 很多人都会 只是匀速直线 你就要看它是不是匀速 看它是不是直线 这两个条件一定要有 我们来看一下 跳伞员落地前加速 一看到加速不对 然后受到不平衡的力 平衡的站在 人平衡的站在 云速移动的手扶梯 请问手扶梯是一条直线吗 应该是吧 应该不会有歪歪斜斜的手扶梯 所以这个应该是恶利平衡的 盘山公路 盘山公路什么意思 转来弯来弯去 我们刚才讲了 要直线吗 对不对 虽然它有匀速 但是它盘山公路不对了 弯弯斜斜的一个情形 转来转去的一个情况 方向一直在改变 也不算是恶利平衡的 这个就不对了 受到不平衡的力 数值就是直线的意思 云速也是速度没有改变 所以这个是恶利平衡的 所以这几种你一直会出现 这些题目 我是恐怕了几题放在一起 给大家做配对题 所以要懂得辨认 静止不动 看到吗 静止不动 受到恶利平衡的 静止不动一定是平衡 静止变运动 这个就是一个有运动状态改变的 不平衡力 滚动的足球 这边就有点争议了 到底滚动它会不会运速 当然我们逻辑来看 在草地滚 一定滚滚下 滚滚两下一定是停的嘛 对不对 所以它应该是会有一个 摩擦力的一个情形 它会慢下来 所以这个呢 我们就判定 因为它在草地上滚 应该会停下来 所以是受到不平衡的力 那什么情形 可能会讲说 它会 当然我们一般上 如果是恶利平衡的话 我们会特别有提说 它一定是匀速直线 如果它没有摩擦力 可能就会 什么情形会 摩擦力会近乎零呢 如果我是一个冰块 我在冰地上 很像那种 ice skating的情形 如果一粒冰 一个东西在冰地上滑 然后它很像 净乎没有摩擦力 直直的这样子 走匀速的话 那可能还可以考虑 它是受到平衡的力 OK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